我要挑战 在上海一天只花10块钱吃饭 能不能吃饱 哪一个菜是最便宜的 要便宜便宜干嘛呢 要好吃 你在中国在上海 拿多少钱一个公司 吃了 讲中文科 他女儿很严续的 怀疑自己走进乡亲中介了 Cut the money on my mind Tell my mommy I'm all right Even love me not the tricks you tell me 我很好奇 一天只花10块钱吃饭 会不会饿死了 这个挑战我跟你们说 要动点脑筋啊 我这两天每天 只能花10块钱吃饭 我不仅想吃饱 我要吃的营养健康均衡 我们挑战开始之前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们的省钱技巧 如果你们有时候 手头上有一点紧 你们有哪些技巧 熬这些日子 换一下下面留个眼 说不定在下一期 我做类似的挑战 我就可以用到你们的技巧 今天的柜子是 除了水以外 我家里现在有的东西 全部都不能用 最可惜的是 我新的咖啡机刚刚到 我今天就不能用 OK 现在早上9点 我们就去菜市场看看 最实惠的菜有没有被上海叔叔阿姨们已经抢网了 有没有留点给我 下午我要再去一下超市 因为菜市场和超市的东西不一样 正好和你们说一下 在这里一个很经典的早餐 一个肉包和豆浆要花5块钱 这个一个蛮便宜的 老板这个机栅怎么买 要什么机栅 哪个是最便宜啊 最便宜的这个3块包3块5 3块5一个 一斤 一斤 一斤是多少个 七个到八个 一块钱可以拿两个吗 有 拿不到 拿不到的 拿不到的 那今天我也要几个 来来来来 一块钱的 好谢谢 谢谢 你最便宜的菜是哪 是吗 你要什么菜啊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我看一看啊 我今天一天只有10块钱的预算要买菜 老子获犬 你怎么这么几个了 这个 3跟5块钱 3个太多 5块钱太多了 一个多少 一个2块钱 你几个人 我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也行 一个2块钱 2块钱有一天太贵了 我今天只有10块钱的 你给1块钱吗 好了 1块钱啊 我给1块钱好了 好好好 叶子可以放点咸肉 便宜再细一点 叶子这样 叶子不要了 叶子营养 你就切丝是慢慢嘛 这个叶子如果可以吃 我肯定要吃 我今天这么 剪这么少的 我跟你说叶子营养比这个好 对 他菜好吃 满地了 我们都买 哪一个菜是最便宜的 要便宜 要便宜 要便宜干嘛 要好吃 但是我没钱啊 今天我只有10块钱的预算 10块钱够了呀 你买素菜不够 我今天还要 我要吃三顿了 呦 你能这么稀 黄瓜要好吃 一个要多少钱 一块钱 也给你一块钱 我要考虑一下 这个豆腐多少钱 他这不一样的价格 这个就2块钱三片 哎这个叶会你会做吧 这个怎么做 这个叶给他洗干 用了切成小块 嗯 晃了面 最后还要拌成料子 还麻烦呢 但是也好吃 但是我今天没有料 我连盐都没有 那你怎么吃啊 我给你要一点点啊 啊 你有吗 哦 谢谢啊 谢谢啊 你平时每天 为了吃的花多少钱啊 我没有啊 差不多六七十块啊 够吧 哦 谢谢 够不够啊 这个不能晃多了 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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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对对对 他去好 晃少一点 不嫌再晃 你要晃多了就倒不出来 哦 谢谢啊 谢谢你啊 哎老板 一两块可以买什么肉啊 两块可以买什么肉啊 两块钱买不到了 买不到肉啊 一小块也买不到啊 一小块也买不到啊 那广告还是买一个 好了给一块钱给一块钱给一块钱 谢谢你啊 米方一块钱能买多少 三块钱一斤 一块钱能买多少 三年 三年 三块钱 三块 谢谢啊 谢谢你啊 这里可以买面粉吗 可以 多少钱一斤 三块 你给我一块钱的面粉啊 可以 谢谢啊 来 谢谢你啊 哈喽 哈喽 回来了 怎么样 买了这些东西 多少钱 五块钱 你吃得饱啊 在上海一般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们去买菜的时候 一定要问他们拿点葱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 在你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也是这样的嘛 你们去菜市场 然后他们送点东西给你们吧 在上海放这种葱是必须送的 我要开始做我的早餐蛋饼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这个就是我今天花了两块两毛人民币的营养早餐 花了这么一点点钱 营养还是很丰富的 嗯 味道很不错啊 而且这个我绝对能吃饱 现在是二点多 我去一下超市啊 画我剩下来的 诶 我该把它救了吧 哦 在这里 我剩下来的五块钱 我想我能不能再搞得到一点肉 后面这些东西都很便宜的 不管你们要节约钱 我觉得这种可以多吃吃 又吃得饱 营养又不错 罐头也不便宜啊 我觉得这个在德国要比这里更便宜 我现在花了七毛钱 买了这么大的一个白鲁萝卜 不错 来 其实我发现盐也不贵哦 这包一块九 啊 方便面来了 这个大的就一天可以吃两份 如果有十块钱的预算 最便宜的方便面 一块钱 一天可以买十个 哎 师傅你最便宜的肉是什么 反正我要花三块钱买肉 啊 三块钱 三块钱啊 啊 你能给我多少就给多少 那三块钱啊 对 没钱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 哈哈哈 你哪个回家 德国 三块钱一点点 一点点 没办法 哈哈 小浩龙 小浩龙 买不起 太贵了 便宜了 十块钱 好的 谢谢你啊 哎 你这个这个黄豆怎么买啊 我像一块钱呢 一块三毛最多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便宜 对 你哪里啊 德国人 上海我刚才没好 啊可以 你等我哪里等我住了 是你住了 你住了 对啊 各几里啊 我出来 结婚了吧 结婚了结婚了 结婚了 小你住了 我妈上 你妈上了 我老婆是上海你啊 哦 能上海你 对啊 大概都过几个时 妈 我们在上海认识的 跟那个说法咋 我们上海人是这样的 刚才猪脚汤里面一起吃 哦 这个有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再吃嘛 你们德国的 100块钱 那我们中国人们多少钱 100大概700块人民币 哦 你们说欧元啊 欧元啊 对 那你们那多个欧元一个月 在德国 大概2000差不多 2000就是14000了 14000差不多 在中国 在上海拿多少钱 一个公司 哦 这个这个我 我不知道 我全部交给我老婆了 哦 等着五颗 等着五颗 她女儿很优秀的 是吧 那我已经结婚了 介绍一个 10块钱 谢谢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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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开心啊 买了5块钱 都是一个很大的萝卜 一块肉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还有一块三毛的黄豆 最重要的是我还交了几个新的朋友 他们就在这里互扣调查 要问我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 太可爱了 嗯 蛮香的 哇 感觉我的伙食比我想象中好多了 至少有盐 有盐真的很开心 彩色也不错 是啊 这个午饭 我花了 3块7毛钱 嗯 脆脆的 虽然没有放很多调料 但是它自带的味道很不错的 肉当然是有一点点干 但没办法 蛮鲜的哦 尝一下我这个无笋叶 嗯 很清爽的一个味道 有一点点柠檬的味道 嗯 哇 我这个小日子还蛮好过的哦 哎呦 你这葱油饼好像有点感觉啊 啊 但是没有有的葱油饼 ok taste test test 五毛钱的早餐 三个饼啊 就感觉像在吃干馒头 盐你没放吗 放啊 好淡啊 反正能吃得饱 你对五毛钱有什么要求啊 我现在把这个吃完 然后我来看一下 我们用10块钱 可以买到哪些外卖 我看有人在纽约拍了类似的视频 然后在纽约居然有非常非常多免费的东西 只要你下载一个APP 或者你下载一个什么友会券 那在上海没有希望的 我所有的快餐店APP小程序 全部都查过一遍 没有任何免费的东西 但是我查到了确实有10块钱的东西 外卖 第一个是麻辣汤 牛肉 虾 4种 蔬菜 还有一个远汤 9.96 如果点这个我们今天一天的预算就没了 但是我查了很久很久很久 真的没有办法只花10块钱烤外卖生存 哦耶 我的麻辣汤了 是这样 首先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单子 9块9毛6分的麻辣汤 我们这边有红薯 有什么绿叶菜 然后有极花菜 虾碗 两个 牛肉碗 两个 就这些 还有那个汤底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9块钱的麻辣汤怎么样 啊 我这里还有早上的饼 这个我没有吃掉 又解决了一顿 所以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标 这个营养还是不错 有蔬菜 有肉 有主权 我晚上再吃一下我的萝卜汤 然后我们就总结一下 我们这两天是怎么过的 这个挑战叫了我最重要的一个点 是就算经济有限 但是创意是无限的 而且在家里少彩是最实惠 最健康的选择 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下 10块钱在你们现在生活的地方 能买到哪些东西 你们还有哪些省钱的技巧 欢迎跟我分享一下 真的特别特别的期待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好